lined 林大飛 我昨天去學校聽老師上課 放學了之後就 就 域行 域達人家上課 域達人家在這種學校 去治修教學 復習剛剛老師上課 每天就去照顧 學校下課之後 就直接去域達修習班 復習完之後就留這邊的晚自修 然後到十一二點 然後回家就直接睡覺 今日是今日必這樣 過文方面高三的時候會有 簡證聰老師 跟他腳步走基本上他會幫你分析 統測的方向跟作文的方向 數學方面就是因為 郁達的本子後面 都會有很多練習題 寫完這樣 我讀書習慣就是當天如果 補習班上了什麼 我回家就讀那一課的東西 像專業科目的部分 就是複習他的觀念 然後是一套完整的系統性 這樣自己跑過一遍 那看哪裡有不熟的話 再找老師 就是問他說你是哪個點卡住 那他會幫你解決你的問題 這樣子你自己 也會印象比較深刻一點 認真聽講抄筆記 不玩手機 睡覺 保證考高分 上去就是專業科目 然後下一課就一樣複習 然後把那些都 搞懂 然後沒有搞懂在一個禮拜之內 去問同學 或是問學校老師 都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就是下個禮拜再去問 補習班的老師 不用自己去另外想 你要怎麼分配時間之類 就是郁達都會拍好 我都不拍上學校的 就是因為我會把郁達學好 然後我會覺得說 郁達的學都會比學校深 我所做的習慣就是 今天補習班老師上手 那我就回家去補習手 那如果像是 數學跟專業科目的話 我會建議先了解原理 了解完原理之後 再去大量做題目宣練期待 我的作息其實是蠻規律的 因為我一定會 每天晚上12點以前 就上床睡覺 我隔天去小國夾科睡 晚上補習班上課的時候 也不會想睡覺 一陣子 有名字 我記得 俄羅斯 這個 音樂